是的 今天又是一期Nak Lulu 今天跟战士不太一样 上一次是出师 而今天是进阶 经过我不断的累秦 我感觉我对Nak Lulu的玩法 又更加掌握了一步 那么我觉得开局那一个红buff 才显得比较有挑战 先为所升到时机 由于迷失影的存在 让我们的伤害暴增 所以是完全可以秒掉这个满血的真机的 撤队一波 寻找时机 诶 它砍塔了 机会 nice 等一波cd 这泥区也得死 目测它在珠上的河道中 哦 够难了 来 走一下 再灯淘技能 这个真机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开大 多过控制 1A 2A 哦 哎哟 所以说吧 小明的狗链加成还是非常恐怖的 咱们玩Nak Lulu吧 总不能每局都碰到小明吧 所以最终还是得靠自己的实力 而且由于我的过分飘逸的打法 导致了小明的意识无法跟上 你我而去 那么我们就靠自己 来 秒真机 啊不 尼秋 天秀 这里给大家放慢看一下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 一开始我的大招是瞄准真机的 但在我看到尼秋的那一瞬间 这种意识和操作反应 难怪小明会跟不上 你我而去 可以理解 毕竟不是每个玩家 都用我这样的操作和意识 那么王露露 由于大招CD并不长 所以记得每次击杀之后 先别急着走 再别让等个时机 诶 你看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带走 很多人可能会在这里疑惑了 钟馗才刚出钩 能断没勾到 你这大招就已经开启了 你是不是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小技巧了 在钟馗出钩的那一瞬间 我们只需要看小地图 看到没有 真机的头像明显飞了过来 这就说明钟馗高中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立马做出反应 开大灯上 哦 这个不知死活的雅典呢 那说说一起带走吧 那么接下来基本就是 毫无悬念的无差别击杀了 发育到这种程度 不管对面是漏 还是雀皮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 这样的鸟人 无疑是最可怕的 因为只要碰上了 那么就要个没有生皇的可能了 哦 是 四十块钱 说实话 此时此刻 我忽然有点心疼针机了 他万一因此退游了 那我岂不是 又做了一件大商事 让万一少年B2吃饭 功德无量了